哈喽大家好 我是演员程毅 别再执着了 下载优苦国际版APP 看沉香如蟹吧 用你们的语言打开沉香如蟹 和我一起沉浸时追剧吧 天师 这样不好吧 怎么那么多废话 天师 我这脚实在是走不动了 而且你看这都入夜了 我估计啊 那些妖怪早就跑了 咱们也追不上了 不如咱们就在这里歇会儿行不行 除妖便要不辞辛苦 况且夜间恐有猛兽出谋 不宜久待 走吧 就算有猛兽 不是还有你吗 我不怕 我这只小脚再走下去 可就要残疾了 我这一残疾 你也没有办法负责是不 天师 你也说了 男女受受不轻 像现在这样的情况 你也没有办法抱我走 再说了 天师你说得跟马杆似的 那估计也抱不动我吧 我懂得 天师 这样不好吧 怎么那么多废话 色即是空 只要为了捉妖 一切都无需计划 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善变 再说了 为个如华私欲的大姑娘 我哪空了我 势必空重那么一点点 严丹 一定要控制住自己 这不过是逢场作戏 马上就要谢幕了 千万别前功尽弃 母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天师 天师 你这一路 这妖除魔 一定受了很多妖怪吧 他们是不是都在这个葫芦里啊 他们那么多妖怪 都挤在一个葫芦里 他们会不会太急 若是他们打架 会不会把你的葫芦给撑爆了 如此过躁 花精都能忍着不杀你 也是善良 那按照你这么说的话 你这葫芦里还有最大恶极的妖喽 你收他们的时候费劲吗 你可曾受过伤 再饿的妖 也没有你单纯 你这个人真会说笑 好讨厌啊 灭 当日是我既不如人 如今我们妖多势众 我就不信 暗不死你一个凡人 不杀了他 我们今天谁都必想走 带着给我上啊 啊 妖怪 走啊 快走 走走走 好 这人嘴虽然毒了一些 但也不是坏人 要真是被恶妖杀了 岂不是我的罪过 我说话 唐天使 我的莲花花瓣有疗伤的奇效 记得打不过赶紧跑 别逞强 我们此生不再相见了 告辞了 快走 快走 我记住你了 莲花精白皮